我们是华尔街电视新冠病毒肺炎专题制作团队 在过去的二十个月里新冠病毒似女全球 而我们也一直在关注着科学界和医学界有关于新冠病毒肺炎的一切研究 最近关于与病毒共存是否可行的讨论 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中国成为了热点 2021年7月29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在微博发文谈到南京疫情 并提出需要长期与病毒共存的智慧 2021年8月7日 中国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人民日报撰文 与病毒共存绝不可行 2020年8月20日 钟南山说 中国超80%人口接种免疫后 可群体免疫年底或实现 这里先评价一下高强先生的观点 免疫学流行病学或者病毒学的教授 听了高强先生的观点 大概只能气得两眼发黑 晕死过去 人类有彻底消灭某种流行病的病毒吗 答案是有的 完全消灭的只有一种 是天花病毒 最后的天花病毒仅存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中 最早的天花疫情发生在公元前1350年 古埃及与赫梯王国的战争 19世纪后期 天花疫苗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普及 1979年10月25日 基于过去的两年间 再没有自然感染病例被发现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人类彻底消灭了天花 那一天也被定为人类天花绝季日 人类与天花病毒最少共存了几千年 花了近二百年的时间才消灭了天花 另外一种几经消灭的病毒 则是脊髓灰质炎病毒 公元前1365年期间 一幅古埃及的石盘画描绘了一个右腿肌肉萎缩的人 被现在认为是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脊髓灰质炎患者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全世界开始大规模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 市卫组织在二零一五年宣布根除二型脊髓灰质炎病毒 二零一九年宣布根除了三型脊髓灰质炎病毒 二零二零年宣布在非洲根除脊髓灰质炎病毒 可以说最起码花了七十年的时间 才几乎消灭了脊髓灰质炎病毒 天花病毒是痘病毒 脊髓灰质炎病毒是微小核糖核酸病毒科的肠道病毒数 而新冠病毒跟前两种病毒不太一样 是属于发现的第七种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仅感染脊椎动物 如人 鼠 猪 猫 犬 狼 鸡 牛 禽类 目前新冠病毒不仅仅感染了人类 而且感染上了大量其他跟人类一样的 有类似ACE2受体的动物 属于已经广泛存在在自然界的病毒 先抛开是否可以短时间在人类中消灭新冠病毒 先提出下一个问题 是否可以消灭那些也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动物呢 2020年10月 丹麦报道了多起养殖水雕感染人类的案例 同时丹麦科学家通过几个月的追踪研究 还发现了此时的新冠病毒出现了不利于人类的变异方向 变异类型是RBD蛋白中的Y453F突变 研究表明该突变会增加新冠病毒与人类AC2的亲和力 并且对于REGN生产的一种丹克隆抗体具有免疫逃逸能力 最后丹麦政府下令捕杀丹麦全国1700万只水雕 不过由于丹麦议会没有通过这项命令 最后在捕杀了250万只水雕之后该计划终止 如同前面说的一样 自然界除了水雕之外 还有大量跟人类有类似ACE2受体的动物 都有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 难道都要将它们都杀干净吗 不是人类不聪明 而是新冠太狡猾 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斗争 在科学界看来只有长期共存这一条路 比较现实 人类想要战胜新冠病毒 科学界认为只有群体免疫这一条路 群体免疫 Herd Immunity 指的是人群或生畜群体对传染的抵抗力 但是群体免疫在大众传媒中有着诸多的误解 群体免疫是指人群整体的免疫观像 其实现方式是通过疫苗或者自然感染获得免疫力 而不是有些媒体误导的放人不管 都通过自然感染免疫 高效率高质量的疫苗能达成更好的免疫屏障 形成群体免疫 但是病毒对已接种疫苗人群进行的再次免疫训练也具有意义 那么第二个问题则来了 钟南山说的中国超过80%的人口接种免疫后 可群体免疫能否实现呢 这里介绍一篇研究团队中 有张文宏教授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于宏杰教授的文章 来回答这个问题 上海科研人员在MEDRXIV上发表的一项研究 通过建立数据驱动的传播模型 对于接种疫苗形成群体免疫 这个问题做了初步探讨 这里的Delta病毒R0指示设为6.0的 比如针对Delta病毒使用有效率百分之一百的疫苗也需要达到百分之八十五的覆盖率 然而中国出了三期结果疫苗 其中科兴疫苗的三期结果实验有效率在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五十六点五之间 国药的有效率是百分之七十九点三四 但是缺乏六十五岁以上人群的数据 而且上述有效率实在过去 没有Delta病毒环境下得到的实验结果 现在科学界普遍认为 针对最初Wild Virus毒株研发的疫苗 对于Delta变种的有效率应该会下降为原来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即便全打了疫苗也不可能实现群体免疫 南京入口机场引发的疫情大量为突破性感染 已经证明科研人员的推测 但是打疫苗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尽管未能达到群体免疫 但是即使疫情爆发 中国的疫苗一样可以减少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百的死亡率 那目前美国的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可以实现群体免疫吗 其实通过上面的介绍同样可以得出结论 虽然这两款mRNA疫苗效率更高 但是针对Delta病毒一样无法实现完全的群体免疫 当然我们这里还是要引用权威资料 这里让我们来看看华盛顿邮报披露的CDC内部资料 我们可以从报告看出Delta变种现在传染性比MERS SARS爱博拉病毒 普通感冒季节性流感和天花的病毒还要强 美国CDC现在认为Delta病毒的20是五到八之间 其传播性已经和水痘相当 相较于之前的变种病毒 Delta变种的初始病毒载量更高 更易中症而突破性感染的几率也更高 疫苗虽然能防止90%以上的中症 但是防止感染和传播的几率下降了不少 CDC最后强调的第一点就是需要知道战争已经改变 公众需要更多理解突破感染 疫苗还是能显著降低死亡和感染的风险 疫苗仍然有效 高危人群更需要接种疫苗 摘下去的口罩又需要考虑 戴起来了社交控制又值得重新考虑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会带来有关于病毒和疫苗 更多和更详细的知识 喜欢我们视频的话 请点赞关注收藏转推 您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最大动力